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姚 現在換我來殘虐 殘虐輪迴了好不好 用這一次的一趴大獎 比涅西 而且這邊是全獸配置 也是全自家配置 欸合作有獸卡嗎 好像比較少一點啦 好啦這一個劇本 欸應該說這一個隊伍啦 這一個隊伍真的是穩到一個爆炸 我非常推薦大家好不好 那至於抽不抽這個問題 其實答案就寫在影片裡面 只是 齁剛好這一次時間點比較尷尬 之後有合作然後又有自選 欸不是自選啦 那個天選自家EVA 我到時候再做一部影片跟大家分析一下齁 好前面八關 欸前面七關 前面七關都不用太擔心 到第八關那個滿版之後 再稍微注意就好 對你可以看到我這邊基本上 也都還沒有去消十字 齁因為消十字那個追打實在太花時間了 所以這邊的話我就是先簡單個幾康 齁這樣子能把他帶走就好了 齁這邊都還不用去轉十字讓他追打啊 齁前面的血都還很少 齁再來第四關這邊的話 欸如果你前面是已經有被怪打到 那這邊照理來說日月狼是可以合體 齁對這一隊的那個-CD也真的是非常的實用齁 齁就跟那個烏瑞亞 跟那個高冰羅的那個羈絆一樣齁 一回合等於兩回合 齁也像星矢跟那個雅典娜 那個羈絆就是一回合讓你變兩回合 真的很香 齁那不要再問我說為什麼會變成CD5 齁為什麼會變成CD3 因為你這樣子經過一回合 等於扣了兩個CD齁 齁那這樣子的話就是變成CD3了 齁來這邊的話是六康 這邊我開了一個牛魔王 齁那這樣子的話版面會好轉一點點 齁來接著下一條寫五鼠盾 那這邊你就可以把合體開下去了 齁這邊有一個復銷 齁所以你的角色那個- 沒有被上那個狀態 因為這個每回合都有角色珠 啊這邊轉一個十字 轉一個十字直接去無視過去 齁超爽 真的爽歪歪 因為你每回合都要拉角色珠啦 所以你每回合一定有一個負面狀態 那剛剛清掉就是沒有了齁 齁來接著這邊無視固定連擊 你就直接把木炸掉然後去轉六就好 其實這邊跟大家講一個小訣竅啦 這邊也可以用日月狼的二技先開 然後你再開那個什麼 比捏西去把木炸掉 這樣就直接無視固定連擊 場上也沒有木 不過這個做法是比較不推薦 因為這個已經第六關 那等一下第八關滿版 我又會很高機率用到日月狼的二技 雖然說跳很快啦 不過就變成你要在那關稍微洗一下 一樣是洗大概 五回合吧 好這邊手消全光 那我們就只要轉大圈一點 去手消全光就好 剩下基本上可以不用做齁 因為你轉到光的十字 齁那這個傷害就是直接帶過去 完全沒在跟你囉嗦的 好再來第八關 來第八關這邊的話就是滿版 那這邊滿版的話我是開日月狼齁 那這邊的話看你自己有沒有要再開比捏西去把什麼珠子炸掉 那你如果要炸的話場上就是變成木星 不然就是光星 齁那一樣很好去消滿版 就像我這樣子轉就好了 好再來第九關 呃第九關這邊如果你運氣好一點啦 遇到的是光暗星那會比較好 不過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這邊光暗星 我遇到是好的 但是我還是失誤了 先跟大家講這邊大概拖了兩三回合吧 為什麼說遇到光暗星會比較好 因為你三屬的話其實 呃版面上啊通常 最多的應該還是木珠吧 欸沒有欸其實我覺得這邊遇到哪一隻好像都一樣欸 那就反正就遇到就轉啦 欸對可以看到我最後有點批掉 因為沒有找到防禦地形 沒辦法把珠子降落停下來 所以我最後轉珠有點批掉 好啊這邊的話就是我失誤的地方啦 場上沒有那個齁 沒有消到第一次沒有消到光暗星同等 然後就變成卡珠 所以我這邊大概拖了兩到三回合 等他有珠子我才去解決掉他這樣 這邊算是比較意外的地方齁 啊但是你失誤也沒差啊 可以看到我們血超級多 就算他轟過來也不會死掉喔 所以很穩OK 好啊最後這邊就是看你自己怎麼去轉七康了齁 這一隊也是有岩秒啦 那你如果有在帶武裝 或者是蛋糕 那個秒會再往上加 好接著第十關 來第十關這邊的話是集穗龍科 還有一個數字盾 那這邊如果你數字真的很 應該說你的版面啦 如果真的很不好轉 你可以開比捏西去把 看你哪一種珠子比較礙眼 就去把他炸掉 讓你的版面好一點點齁 好啊這邊有轉到的話 基本上也是傷害足夠啊 啊沒有一波帶走也沒關係 他真的打不死你 我們血量這個二十幾萬 跟基層有得比喔 好來接著二血這邊回復顛倒 我們就把牛魔王兩招都開下去 那這樣子就直接轉就好了 因為比捏西還會去追打水出去 那這一關剛好就是一個克屬盾 水才可以造成傷害 沒轉屬的情況下就是水 好那我這邊有去轉十字 再讓他多一個追打 喔可以看到我轉的combo很低喔 那追打水也直接把整條血帶走了 來再來十一關 十一關這邊的話就直接開光埃 讓他破隱身 那這邊就直接把日月狼二技開下去 然後再把木珠炸掉 那這邊的話就直接轉 完全沒有問題齁 好你可以跟我一樣就是去把那個啦 光 光跟星齁就這樣子 兩康弄掉就好了 這樣子是比較省時間的做法 你硬去切的話 就是通關時間又會拉長 反正要傷害夠就好 來接著第十二關 來第十二關這邊的話是 兩回合攻前盾啦 就把他這樣想 因為他這個是兩回合攻擊弱化喔 那這邊的話我先一回合去空轉 好那這空轉也是也會減CD的喔 只要你血沒滿 好來接著開牛魔王 好因為比捏西他有一個很可怕的隊伍技 你血沒滿就是全隊減CD 超爽真的超爽 好來下一回合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把二技開下去 然後再把火炸掉 OK那這邊的話就一樣 直接去轉就好 好那可以看到 我基本上我都不太想去轉高康啊 就傷害有足夠帶走就好 好那主要就是那個十字喔 那個十字追打 很可怕 好接著進到十三關來 十三這邊是一個暗號了齁 因為十四關首消指令7 然後還會鎖記 那這邊你可以稍微把一些技能 吹下去這個是OK的 好那這邊我們就直接去轉 阿記得留一個至少 留至少一個護盾下來 好阿你這邊有留護盾下來 有轉到8的話 傷害也是都足夠啦 主要就是那一隻合體的 扛出去的傷害非常的痛 好再來十字關 好十字關就是我剛剛講的齁 鎖記 然後又給你手消指令7那 這邊的話其實就直接去轉就好 好可以看到我們血量也是獲到一個很誇張 所以完全不用害怕 你就是直接去轉就對了 阿記得轉到7 阿沒有一波帶走也沒關係 他雖然是越攻越強 但是這個都是可以 血量都是可以扛下來的 好那這邊就再繼續去轉 這個隊伍真的是穩到靠杯阿 跟基層一樣阿 就是基本上不會死掉 好而且其實我在打的時候 我有 曾經阿 曾經我自己在私底下嘗試的時候 角色死到只剩下合體 然後還有 隊長的比涅西跟牛魔王這樣子 然後剩下副隊右邊那邊全部死掉 還是過 所以這隊真的蠻穩的啦 來接著是木印記 木的機械印記 然後不能手消木的部分 那這邊就一樣先去慢慢疊印記 好這邊也遇到那個一點小障礙啦 因為可以看到我天降那個木 直接把他全部又消掉 然後我場上的木珠就變得 很少 沒有辦法一次疊到十個 我本來是想要就是直接開那個 技能然後空轉 讓他木全部附上印記 這也是 當然這也是一個辦法阿 就是看你自己 怎麼去操作這個疊印記的部分喔 好我這邊場上你看有沒有 木真的非常稀少 第一次覺得卡珠這麼的痛苦 欸沒有卡珠好像本來就很痛苦 好啦反正就是很痛苦就對了 因為這邊明明是可以一波帶走的東西 卻要因為這樣拖時間 廠商的木珠真的是有點稀少 他天降又一直消掉 比日本製造的壓縮劑還稀少 好啦這邊就是慢慢去疊木印記 只要疊到十個之後就有辦法造成傷害了齁 對可以看到我這邊又要再花一回合去疊 而且我還要花一回合回血 真的是很討厭 如果第一次那個天降木珠沒有消掉的話 我現在也不用這麼辛苦了 對阿那個回血不要想說去消心回血 記得開比涅西回血 這獸隊的回復力低到 對獸隊的回復力很低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 好啦這邊我開牛魔王二技 然後再去把木炸掉 那這邊也一樣直接去轉就可以了 傷害都非常足夠的 好啦看你自己有沒有要去轉十字齁 這邊不轉十字傷害好像也夠啦 就是你有開那個二技之後 好啦這邊就直接帶走 來下一條血是五鼠強化盾 首消禁三鼠 來這邊一樣把日月狼二技開下去 好啦這邊可以補那個牛魔王一技啦 好我這邊還補了光哀 來二技開下去之後 比涅西去把木炸掉 喔這樣不管怎麼樣都不會消到三鼠了 那一樣我們就是盡量去轉一個十字出來 欸沒有這邊是一定要轉十字出來 因為要無視他的五鼠喔 你要轉到十字才有無視掉 好來這邊就直接帶走啦 欸下一關 好下一關這邊的話是首消全光跟全暗 那場上現在卡珠 就稍微去炸一下 看有沒有暗珠掉下來 好啊有的話就一樣去轉一個十字 三字就可以一起帶走了 好啊這邊記得首消全光全暗 可以看到我的目標其實基本上都放在光跟暗而已 剩下我就沒什麼去理會他了 因為只要消到那個傷害是絕對爆炸性的壓過去 不用害怕齁 好再來十七關 十七關這邊也是稍微小心就好了 這邊首消指令8 可以看到我這邊是洗技能的動作齁 完全沒有要去轉的意思 因為我等一下要再開一次日月狼的二技 來直接無視掉這個固定連擊 好那這邊只要洗大概三回合就夠了 因為我剛剛有說嘛 一個CD 一個回合等於兩個CD 那剛剛已經經過兩回合 也就是已經扣了四個CD了 所以這邊等一下三回合之後 日月狼就會再次的跳起來 好啊跳起來就可以直接把它開下去了 那這邊我們先開比涅西 因為等一下有一個光以外超級技能重置 我們要讓他血是美滿的情況 這樣減CD才會比較快速齁 好來這邊的話就直接 把它帶走就好了 可以看到我又是轉一個華麗的兩combo齁 好那這邊無視固定連擊過去 沒問題 好那最後這邊 超級技能重置 還沒最後啦十八關 這邊的話就是 一樣再去 洗個三回合左右 就全部又會跳回來了 好當然日月狼二技那個 除外啦 因為那個CD真的算是比較長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大概偷個三回合 我記得我這邊好像大概偷了五回合吧 對因為本來是想說三回合之後就帶走 結果傷害不太夠 我沒有去轉十字 因為這邊要一邊顧那個combo法印齁 就是比較麻煩一點 好啦那你技能跳得差不多 主要就是比內西跟牛魔王有跳回來 你就可以準備進關 日月狼倒是還好 那個是其次 好我這邊就一樣去轉 這邊四康 這一回合好像會打出多 比較多一點點的傷害 可是還是沒有帶走喔 好那這邊的話四康 這邊我失誤了 有沒有看到右邊的星珠沒有黏在一起 所以我最後只轉了三康 沒有注意到那邊喔 這算是自己失誤的地方啦 這一回合可有可無 好再來就直接去轉 這邊可以去稍微轉個十字了啦 差不多是時候了 好而且你可以自己稍微疊珠一下下 好那這一回合 因為轉到比較多光珠的關係 那這個日月狼的追打就A過去了 那下一條血是23盾 這個23盾是越扣越強 初死扣50 接著扣100 好那這邊我基本上就是把增傷全部吹下去 因為他血其實有點多 好那吹下去的同時 不要忘記看一下版面 有沒有辦法轉到23 如果真的不行 好就一樣用比內西去稍微做整理版面 好那牛魔王2技也可以補下去 好那最後看好之後就是轉了齁 23 我建議大家轉直行啦 因為直行的話會比較方便去看你前面 到底有沒有轉錯這樣 狠的話就你要拉回去可能會有點來不及 好來這邊就直接一回合灌過去 好十九關 十九關這邊的話是 弓錢盾 然後看你遇到不能手消暗 還是不能手消水的 這邊基本上隨意啊 好我這邊開比內西先去把暗炸掉 因為我這邊遇到是不能消暗的 好那這邊如果你是滿血的情況是可以無視弓錢的 但是這邊要大於九康啦所以 也沒有那麼容易齁 好最後這邊運氣很好 剛好是一個滿版 只是有點可惜 沒有一波帶走 好本來想說有機會直接一波滿版 然後這樣子傷害帶走 差一點點啦 就差一點點 好啊下一回合的話 我好像就直接轉 啊就剛好有九康就帶走了這樣 好因為現在算是一個比較尷尬的情況 你比內西沒有帶走 那那個傷害就 不是傷害 CD就不會跳回來 好這邊我是轉到一個八康啊 然後剛好天降一個 這樣子就直接帶走了 好那接著王一呢 王一的話是左右的佐熱地形 兩直行啊 那這個兩直行其實 你去給他全部引爆也都沒關係 所以這邊的話可以看到我招式也是一個 直接下去了齁 那我這邊是開牛魔王跟比內西 那比內西看你自己要炸什麼 我是建議炸暗珠啦 那剩下就一樣去把 珠子消一個十字 那有消十字的話 傷害基本上也都是非常足夠的 不用太擔心 好可以看到我這邊全部引爆 哇沒事 真的沒事啊 好啦 那這邊的話就直接把一血帶走了 好啦 接著二血這邊就是把 呃不是牛魔王 把 欸對啊 牛魔王也要二技 還有日月狼的二技都補下去 比內西最後看你自己 這個是不必要的 那當然最後也不一定要再拉角色珠 因為已經最後一回合了齁 好啦 這邊的話就是 比內西全獸通關這個 本耶譜輪迴 給大家做參考跟欣賞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掰譜